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 锻炼中的那个人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排面上总共有三个选项 有左至右 那我们选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咯 我们来看到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那么在验证牌中 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这边从验证牌可以看得到说 事实上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的话 他本身会因为别人所对于他的期待 然后他会想要去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回应 或者是说别人如果对于他希望他可以做什么 或者说希望他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 去迈进前进努力的话 那那个人如果说对他而言是很重要 比如说像是家人 或者是说像这种非常要好的朋友 或者说这种很重要的同事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想要去为了回应他们的期待 然后就会去以那样的方式去做 然后得到他们的所谓的认可 所以因此你有时候会感觉到说 这个人他有点太过去重视他所谓那些人 所给予他的回应或者是说他的评价 但如果说是对于他而言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的话 他反而就是比较不会去理会那些人所讲的话 或者说不太去理会那些人所给予他的一些的批评 所以这个人他是比较重视或说是比较注重在于说 他所认知是好的 或说他所觉得重要的那些人群的这种所谓的看法 那同时这个人他本身可能在对待于 所谓在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会比较像是修设或者是说 他会比较不愿意跟别人有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他会认为在感情的部分的话是比较神圣的 或者是比较不想要被别人看出说 他的一个感情观或者是说他的感情的世界 虽然他本身在对于说感情的部分他会很渴望 或者是在对于说性欲的部分的话 还是会很想要 但如果说你太过于直接或者是说 太过于在大庭广众公开场合去问他 或者是说去有一种仿佛想要去探索他的秘密的这样的话 他就会有点反感或者是他就会有点去排斥这样的模式跟方式 所以如果说你在私底下或者说在灯光美气份这样的时候 他反而就是会比较愿意跟你有说出来他的想法 或者说他会比较愿意去跟你们想说他心中真正的一些的事情 所以这边会建议你们说就是跟这人相处的话 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人好像有点难搞 就是但如果说你可以去配合他这种步调跟模式的话 其实会比较能够去对应到你们这样的一个生活 应该说能够去提升两次间这种相处的关系 然后就是这边也可能是在看出来说 这个人的话他本身其实也不太喜欢争执或说比较 也不太喜欢说有吵架 所以这人他的个性上面会觉得说他有点太过于内敛 他比较不会去表达他心中真正感受跟想法 反而就是会有一种比较像是暗示性或者说会这种隐藏性 就是会让身边人没办法察觉到他的情感上的需求 所以会觉得说和他相处的话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还蛮累的 但是这也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 而只是因为他比较没有办法拉下他的自尊心或说他的颜面 虽然他实际上很希望说跟每个人可以好好相处 或是说可以让别人知道他心中真正想法跟感受 但是他又会觉得说好像讲出来又有点怪怪的 就是他会变成是有点别扭 但如果说是跟他比较熟悉的人的话 就会比较能够去猜测到他的这种习惯 或说他实际上所想表达一个更深一层的含义 好那如果说这边以上验证牌有符合到他是这样的人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看到说就是他目前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那这边其实从牌面上的话蛮特别 是因为这边的恋人牌他是有小孩子的 所以表示说其实这个人的话 如果说是在试婚年龄的这样的情况下 就表示说这个人可能本身是有在组织家庭了 或者说这个人可能他现在是有另外一个生活的重心 或者是他有这个心中所心爱的人 那如果说是还没有到试婚年龄的话 其实就表示说可能这个人目前 他生病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 或者是说他会很想要跟他心中所喜欢 或者是说所谓有那种条件的人在一起 所以他现在是蛮专注在于说他的感情的生活中 那其实在这边选到这一组牌组朋友你们 绝大多数的人的话 有可能是他现在身边确实有另外一个伴侣 然后他现在是蛮着重在于说他的这个另一半 跟他另一半的这个生活 但是因为其实在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他跟这个人的话也未必是真的完全打从心底的相爱 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这种的相处 或者说他的这个生活状况的话 他这个人他跟他的话 有可能是比较没有那种言语上往来 或者说两人之间 其实在交谈或是在沟通这部分的话 很常会没有get到的那个点 所以就表示说有可能是他要为对方负责 比如说就突然就有了小朋友 或说可能你问这个人可能反正是出轨的 或是说这个人他反正是已婚的 那但是会有可能说他跟他的另外一半 虽然可能感情不好 但是他人还是会必须要把他的重心 或是专注在于说他的这种感情的生活的上面 但实际上他虽然还是会去想念一些 可能比如说其他的生活的世界 他可能会很渴望 但实际上现在他的话 他还是会比较专注在于说 他必须要去负得那个责任的这个部分 那同时呢这个人他现在他本身的这个态度 或者说在面对说感情的生活的话 他会觉得就是将就就好 或者说就是不想有太多的这种的变动 或者是说有太多的不必要的争执 他会比较希望说每一件事情好来好去就好 就是不要有那种太过度的那种的吵架 那同时这个人他在前一阵子的话 有可能他的这个能量本身是很混乱的 所以可能说他在工作上面可能有遭遇到一些困难 挫折或者说有些比较不愉快的事情的发生 那现在可能就是在他的另外一半的话 他可以给予他一些的支持照顾 或者说多体谅他 所以会让他变成说 现在如果说他工作可能真的没有到那么的顺利 或者说可能在职场上被别人背黑锅 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生活上压力 那就逃回到他所谓认为那个安逸的 这种感情的世界里面生活圈里面 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有那种太多 比较不愉快的这样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其实有点像说 现在他是偏向于说就是那种比较休息的那种的状态 那他如何看待就是你们之前的感情呢 那这篇话其实在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他看待你们之前的感情的话 他会认为说这一切就是他人生中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说他曾经一个 比较没有办法被抹忘掉的这一段的过去 那当然对方他会觉得说你们俩之间 现在可能是没有交集 或是我们俩这件事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未来 又或说你们的这段关系是比较没有办法被身边的人给认可 那现在他正在努力让自己去忘掉 或者说让他去重新的想着说你们这段关系 但是实际上以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对方他确实是没有想为了你们这段关系 再做更多的付出 或者是说并还没有想到说 是不是要跟你们有这方面的结果 因为实际上对方他现在会比较认为 说我们俩之间就是先各过各的生活 就是不要去打扰到彼此的那种生活的进度 所以实际上你会觉得说 对方怎么会有办法这么的狠心 或者是说他好像似乎都不太理你 但是因为他现在是比较真的是着重 或者是说在于他的生活中 他所必须要去负责任 或者说他可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他反而会认为说你们这段关系 已经成为了过去 他不会想着说是不是要再回来找你这件事情 那同时呢 他会认为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 好像似乎比较没有办法被其他人给接受 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被身边的人给接纳 那既然没有办法的话 那似乎也是应该是他们两个这段关系 就是不要有再更进一步的发展 或者是说那两人之间其实就暂时保持一点距离 这样子让人之间有个重新开始的 人生重新开始的机会 关系可能不会重新开始 但是人生会重新开始 所以其实对于他而言的话 他会认为现在对你们这段关系的感情的话 他并不会想说要再更进一步 他也不会想说要来找你 然后他连那种行动的想法也没有 所以他反而是那种带着比较像是放弃的心态 然后他会希望说现在他的人生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稳定下去就好 那如果说他真的有一天 想要再去逃脱出那样个感情的生活 或说那样的一个家庭的生活的话 他会比较希望说就去找另外一个新的对象 就不会想要再去跟你有更进的发展 因为他有时候也会认为 说我们俩之间是不同世界的人 或说我们俩之间的个性 可能也并没有到那么的适合 或说我们俩之间的理念啊 想法或说对于说感情上的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他就不会想着说 要跟你再更进一步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会比较希望说 可以在原本的这个家庭或说生活里面 就这样子继续下去就好了 好 那这边的话以上就选到这一组牌子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比如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让你们有手共的电话 记得按赞分享 然后还有留言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的左上方 有杨杨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这一组牌子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这边这个人的话 他本身在思想上 或说他可能在对说 他所认知认为的事情上面的话 他是比较固执 比较不容易变通 所以当如果说想要跟这个人有多做解释 或说会希望他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的话 实际上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真的很难沟通 甚至很难可以去让他做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他会认为说 以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方式 或许才是对的 或者是才是更好的 但实际上这个人的话 他确实 现在他在应该是说 他原本小小的时候 可能在对说他的一个影响 或是说所对于他的个性上面 思想上真的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会导致说他长大之后 可能在对说自己的习惯 或想法上面要改变的话 这部分可能就是真的会比较困难一点 但这人他会随着在时间 或者是说他的生活背景 或说他接触到不同的人之后 其实现在他已经跟以前以往的话 会有改变差距很大 但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 他好像真的是比较 还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你也说会听到他讲说 他跟以前他有多么不同啊 或是说现在他改变的有多好 等等之类的话 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他怎么好像 生活上就是过得有点太过于压抑了 那同时这个人他以前可能 本来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的负面 或者是说他在 因为说他很容易会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 然后那心情上面就会大受打击 又或者是说他可能也很容易的 会去往比较不好的方面去想 所以这个人他在态度上面的话 难免出会显示比较消极的这种的情况 所以因此当在和这个人相处的话 你有时候会觉得他讲出来的话 会让你觉得说会不小心 这些心情会受到他的影响 那这个人的话 他其实会比较着重在说他的工作上 就是说他会觉得他的工作 才是代表一个人的价值 然后工作上的成就金钱 才能代表出他这个人在社会上面 是有多少的意义的存在 所以有时候和这个人相处的话 就是会觉得说还蛮累的 然后这个人他的生活步调上面 也会显示出说比较无聊一点 就是他的生活中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然后这个人的话 他自己本身可能比较擅长 应该是所谓说话跟沟通吧 甚至少部分的人的话 这个人他会有那种两大的差距 就是一种是非常爱讲话 会一直不断跟别人讲 然后他自己有过得多惨 然后多不好等等之类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他可能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内敛 然后或者是说比较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或者说自己的感受 会比较是放在自己的心里 但是他心中的感受跟想法 都会显示在脸上 他现在开心还是不开心 就算他可能不讲 他也不太爱说话 但是他的表情 或者说他给人的氛围跟感觉 最容易让别人去发现 或者说别人容易让别人去察觉 所以大概会有这两种差异 那如果说这边以上验证牌 有符合到他是这样的人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我们来看到说 那他目前的生活的状态是如何呢? 那这其实在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目前他生活状态的话 其实过得蛮压抑 然后其实他过得也是 就是没有过得那么的好 就是他可能前阵子 有遭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 或者是说打击 然后导致于说让他现在的话 其实在对所谓的人心 或者是说去相信别人真心 或是跟别人相处的话 他本身可能是会有一点排斥 或是说他比较不知道说 该怎么去跟别人相处 所以现在的话他会比较是 躲在他自己所习惯的舒适圈中 或说他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 城堡里 所以这个人其实他现在的话 会比较不希望说 一直去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个事情 他会比较是有点抗拒 然后是比较会以他自己想要去那种 自己想要的模式去相处 或者说那样的模式去体验他的生活 那同时这个人 他可能前阵子真的是过得 真的太过于压抑 或者说可能正是太过于负面 所以现在的话 比较像是他的能量 是属于在那种释放的情况 那他的释放情况也比较偏向是说 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处理这样的 一个感情 情感上的需求 或者是说那种情感上面的 那种对他说比较不好的 那种感受 是由他自己去做这方面的排解 可能前阵子他在职场上 或说人际关系上面 真的是有遭遇到 比如说像是背叛 或者说遭遇到别人的否定 伤害 言语上的攻击 霸凌 等等 就是这种比较不好的 那种情感上的那种勒索 那少部分的话 也可能是他的家 家庭的因素 比如说像家里有人生种病 或说他的感情 或说他的秘密被别人知道了 然后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就是说他在之前 或说这一阵子 他有遭遇到说 生命中的一些的打击跟挫折 所以导致说 让他现在的话 在讲话 或说在跟别人相处 会比较是以自己想要的模式 然后会比较不愿意 让别人主动的去亲近他 所以会觉得说 这个人他其实会有一点 难搞的情况 但是他也是会试着说 去多和别人聊天 就是 可是当然聊天都是找他 可能比较熟悉的人 或者说他可能就会去爬文 去找如何去解决他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他在跟别人讲话 或者是说 在跟别人相处的话 他会比较像是急言吝啬 会让人觉得比较 没有那么的舒服 那这个人的话呢 其实他心中是柔软的 他也是会希望说 有人可以去多接近他 或者说有的人可以多去注意到 他的这种情况 那和他相处的话 只是真的需要一点技巧 或者说可能真的就是要一直 很厚脸皮的 一直黏着他 缠着他 才会有办法就是受到 他的一些的回应跟回馈 但如果说能够撑过的话 那实际上现在他就会给予你一些 更好的回馈啊 或者说会去更加大理你的话 但这边是针对说 在他目前的生活状况 还没有到说就是 如果你们去找他会怎么样 所以这边只是现在 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如果说他现在身边 有的人就是死缠烂打 一直在他身边 他可能一开始可能就会 对这个人很不好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愿意 那一个死缠烂打的 那个人他愿意 如果说继续支撑在这种关系的话 实际上是能够受到 对方一些比较好的对待 或者说可以受到对方一些 最后面的青睐 好 那么接下来看到说 他是如何看待你们之前的感情呢 那这话在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的话 他其实是真的 比较难以去忘记掉说 你们的这段关系 又或者是说 他其实当每相亲 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的心情跟他的心中 可能就是比较难以去平复 然后在他心情里面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是说 有一点冲突 也就是说他 在对于我们这段关系 因为他比较没有办法放得下 然后在对待你们这段感情 他是有一些留恋在的 所以他还蛮常会去想起 你们的这段关系 如果说他在原本 可能跟你们讲出一些比较狠的话 或者说可能讲出一些 让你们觉得比较难以去原谅的事情的话 那这边他其实心中也是蛮悔恨跟遗憾 说会认为自己怎么会这么的糟糕 或者说自己可能怎么会这么的狠心 那这边的话也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他其实在面对说 他的感情的生活的话 你的这个部分其实会影响到他 因为他会没有办法去忘记掉 你们的这段关系 他仍然是把你视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刚刚刚所提到说 他想到我们这段关系 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平复他的感情 或说没有办法去平复他的情绪 他就是因为他确实还是会想说 是要去见到你们 或者是说他还是会期待说 你们俩之间是不是还是会有缘分 但是他又想到说 如果说你们再次见面了 你是不是会去没办法包容他 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就会没有办法去接纳他 或是可能因为你们之前的吵架的事情 或是我们之间 因为某些事情而离开分手 或说断联 那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还可以受到你的相信 或是说还可以受到你的原谅 他就是有那种很多不好的那种思想 所以会导致让他 其实在对说行动的那个部分 会蛮多的却步 或是说他会蛮多的顾虑 总而言之呢 他是把你放在他心中 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里面 只是他会不知道说 他可以用什么样的情绪 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你 因为所以这边的话 对方确实还蛮想要见到你 会蛮想念你跟希望说我们这段关系 是有机会可以再继续下去 但是可能他现在他会觉得说 两之间没有办法去坦然面对这段关系 或是说可能他现在身边 有些其他事情要忙要做 所以他就会在对待这段感情的话 就是有一种怠慢的这种的情况 好 那这边的话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有所对你们有帮助 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如果说有需要约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的左上方 有演员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来看到选到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在验证牌中 他是什么样的人 那这边从验证牌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的话他实际上 他会愿意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 又或者是说 他是一个比较是注重他自己的生活的品质 又或者是这个人他会比较希望说 自己的生活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方式 去享受体验 所以这个人的话 他会是比较像是活在当下 又或者说像是及时行乐 所以这个人他实际上在面对说 所谓自己的生活 或者说自己的感情的话 他事实上对于说过往的东西 并不会有太多的留恋 那当然其实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子 但其实在私底下的话 比较是对于说他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或者说那种有回忆的价值的话 他还是会有所保留 其实他的情绪跟他的感情 是比较不会去留在过去 他这个人会比较容易 就是一直都向前看 所以如果说你一直和这个人 想要想办法增加我们之间的回忆 或者是想办法让我们两个人的这段感情 可以因为有回忆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上的寄托 技术然后可以让他愿意多把精神 或者说他的专注留意在这段关系的话 那可能这部分对于你们而言 就会觉得说有点困难 就是说他真的是会以 就是说事情对于他而言是好的 或者说是能够带给他帮助的 他才会去做 或者说他才会去往那方面前进 如果说这件事情 或者说这个回忆 这个人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或者说没有所谓的利益价值的话 他就是蛮容易会放弃的掉 所以这个人他会比较容易 跟他在比如说工作上面 或者说在事业上是有关系的人 会比较有来往 或者说他的情感上 比较多是在工作上所认识的 另外一半比较多重的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说 他的生活之中 他是比较有压力的 所以有可能这个人他可能身负责 比如说要照顾家人 或者说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或者说可能要帮家里付房贷 或者说要照顾父母 或是有照顾兄弟姐妹 这种的情况 就是这个人他会是真的 着重在于说 他的一个家庭的生活的状况 就是他的家庭 如果说他照顾他帮忙的话 他就会一不容时 或者说他就会去那么做 如果说要跟这个人 有一个更进一步发展的话 通常会有蛮多阻碍跟困难 因为他可能会跟你说他没空 或者说他可以用很多的事情 或说其他的这种状况他要去做 他要去完成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太过说把精神专注力 在你们的关系之中 或说没有办法把专注力放在他的感情里面 那当然如果说 他另外一份是能够给予他一些 在工作上生活上的支持的话 那但是能够一直得到他的时间 或说他的精神上的专注力 那同时这个人的话 他也会一直想办法去让自己求进步 所以这个人他比较不希望说 自己的生活是停留在当下 或说都一直不往前 他希望说这些生活可以一直不断的往前走 向前迈进 所以你跟这个人相处 或说要吸引到他的注意点的话 你同时呢 你也必须是要有那种价值的 或说你必须也要有你自己的 那种独特的魅力 然后并且你的这个专注 你的优点必须要是他所很佩服的 如果说他觉得这个优点对于他而言 并不是他的缺点 或是说是他 并不是他所梦寐以求 他反而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是本身没有 对他没有什么的吸引力 好 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 要符合到他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 就是说他目前的生活的状态是如何呢 那这边其实在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的话 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是 他会蛮专注在于说 他所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上 又或者是说可能现在的生活 工作上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目标 或是说可能因为在年底了 大家可能要拼年中 或者是 他可能要负责 什么尾牙 或者说所谓的 明年春久的表演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外物 所以这人他其实现在手边 会有蛮多的工作 需要他去做 或者是说他有很多事情 需要由他去完成 就是必须要靠他自己亲力亲为 他比较没有办法 透过身边的人所给予他的帮助 然后就有办法去 有所改变 或者是有所达到他所想要的那样的结果 那同时呢 这个人 他现在的话 确实是如果说他真的有时间 他会想办法去参加所谓的团体 或者说所谓的交际的那种生活 但实际上这个人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专注在于说他自己要做什么 或者说他自己能够做什么 这样的情况 那他身边现在其实也有出现很多的贵人 是能够帮助得到他 所以事实上他现在 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 他确实是孤军奋战 但是等到他可能生命之中 或者他的困难出现到什么样 他没办法跨越的话 确实会有蛮多人可以给予他这样的帮助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就是所谓的人脉 就代表的前脉 就是有点像是可以应用在他的这个部分 然后同时这个人 他现在本身在对于说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是有点抗拒的 所以如果说要谈恋爱 或者说可能要找另外一半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那当然如果说你们 这段关系你本来就是第三者 或者说你们当初本来就是因为 有第三者存在 然后才分手的话 那表示说其他现在可能就跟那个人 就是继续在一起了 就是没有分开 但是他可能专注力就没有在对方身上 那如果说是你们 你确定说他真的是单身的话 那比方说其实他现在这个人 他的专注力真正只是只有在他的工作上 或者说他的生活中的细节上 他在面对所谓的感情的部分的话 他确实大家现在都是都当朋友 就是只是不会有更进一步的 这种发展的几率跟机会 那有少部分少部分讯息的话 就是如果说这个人 他的信誉本来就很强的话 那比方说其实这个人 他可能就会有固定的约炮的对象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留意了 那只是少一部分没有到全部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 就如果说你们确定这个人 他在面对说所谓性生活 或说面对感情的话 是比较属于保守型的 那他就是比较专注在于说 他自己的生活上 就是大部分都是靠他自己去做 解决他的生理的需求 那这个人他其实 如果说别人要跟他太过于发展 说比较亲密的关系的话 或说那种比较长远的关系的发展 他本身是属于比较排斥的 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说 他是会被别人给抢走 他是正式会专注于在于说 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的那个上面 那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他是如何看待你们之前的感情呢 那这话其实在盘面上蛮明显就说 其实这个人的话 他会蛮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 或许在未来有一天 是能够再回到跟当初那样子一样的情况 因为事实上这个人 他可能在他的暗夜里 或者是说在他的梦中 是还蛮常会想起你们这段关系 然后他是可能也还蛮常梦到你的 又或是说 如果说你有送他东西的话 他还蛮常可能会拿出来看 或说去怀念你们这段关系 那同时呢 这个人他其实他心中也是暗置的祈祷说 如果说在未来是有机会的话 他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是可以再发展的 或说可以再重新遇到你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他可能在表达 或者说再去找你的这部分的话 他还在重新去建立他自己的自信心 或是说他会认为他自己必须要变得更厉害 或者说变得更有钱 更有魅力 他想要那个资格来找你 所以你如果说这时候可能太过去希望说 对方可以给予你什么样的动作 或说在对手中的关系 他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主动的行为的话 其实这部分可能会真的有一点困难 就是至少你们要等到他可能心中的那种的感情 是能够架设的好 或是说让他的心中那个力量变得更强大的时候 那可能他才会来主动的找你们 但其实在排面上的话 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人他确实现在是会着重在说 他自己本身的魅力上 或说他的工作上 就是说他做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他觉得更有自信心 或说是他真的很渴望想要的话 那他就去做 然后等到他的信心 有达到那样的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来主动找你 那同时呢 他也会认为说 其实你在他的感情的世界中 你是最纯粹 或者说你是最纯洁的那一个人 所以他会希望说 你们这段感情这段关系 是可以再重回到过往 或者说是可以再重新开始 或者说两件事可以有一个结果的 那当然只是这个人 他在对待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可能是真的会有一点太过于说 内恋吗 或者说他可能在之前对待你的话 他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所以现在他已经想通了 他知道说 其实你对他而言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现在正在努力的 让自己变得更不一样 或者说让他自己有所成长跟进步 那这样之后 如果说我们这段关系可以重回 在一起 或者说可以再次发展的机会的几率的话 那么他至少会觉得说 他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把握得住你的 好 那这件话以上就选到这一组排除的讯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 或者说让你有所公民的话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留言 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跟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杨杨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